议长黄景泰遭到收押警戒向高院抗告 昨天晚上遭到驳回 依照法律规定 确定至少将在看守所积压两个月 在得知结果后 黄景泰的弟弟陪同律师团召开记者会 议长黄景泰遭到收押警戒向高院抗告 昨天遭到高院驳回 依照法律规定 确定在看守所积压两个月 如果有必要可再延压一次总共四个月 在得知消息后 议长黄景泰弟弟黄景南 陪同律师团律师杨国宏 陈明辉以及周诗君举行记者会表示遗憾 并且公布黄景泰遭调查局北极组和连政署人员 当天堵车把人带回问案的引带 强调程序违法 在办案过程当中 便宜行事 漠视法律的规定 我们认为应该要提出很严正的抗议 也要预请我们社会大众 来重视这件事情 因为程序正义是整个诉讼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 如果检调可以不遵守法律的规定来办案 那么我们所谓民主法治国家的人权保障 这个基础我看就唯唯可及了 律师团不断强调黄景泰当时被调查人员团团围住 被迫配合调查并不是高院讲的自愿道案 律师团表示对于抗告被驳回并不意外 但是因为现在侦查不公开 很多事实 律师团也不便对外说明 只希望检察官赶快提起公诉 让所有证据和事实摊开 让社会大众了解 所以现阶段其实我们是期盼 我们期盼 检方不要利用侦查不公开 这个保护山 赶快提起公诉 一切是非对错 攀价阳光下 大家来检验 律师团强调 程序正义是核心基础 如果连议长黄景泰都这样被带走 更何况是一般的民众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